其实现在就是由于新冠疫情吧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目前为止啊 没有特别大的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 未来可以调整的方向 疫情呢 它多多少少是对各行各业 都有冲击和影响的 整个加拿大包括安省在内 失业率啊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因为很多行业也是裁员 然后很多员工去拿CRB 对 有一些甚至是临时性的 就是这个叫做减低工时等等的 这些其实对移民都有影响的 对是有很大影响的 其实我今天打了一份报告啊 其实加拿大的 如果说是我们看综合失业率 六月份的 六月底的失业率的评估报告呢 是12.3% 挺多的 挺很高了 在一月份的加拿大平均失业率 在5.5% 所以现在的这么高的失业率 基本上是以前的两倍半到三倍 加拿大正常是7%左右 其实在新冠疫情前和去年年底的时候 加拿大失业率最低掉到5.5% 真的已经很低很低很低了 经济真的很好 但由于疫情呢 真的会把我们的失业率呢 已经拉到了一个可能历史来 已经比较高位了 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会对一些移民项目会有些影响